嗨,我是珊珊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我读诗经的一些感受 那最近也在听蒋勋老师在讲他对于诗经的理解 讲到他小时候被父亲法规的时候因为无聊 所以就开始背很多诗 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对诗经反而有一种别样的一种心情 那其实我的古文也并不是很好 然后很多的字也不认识 可是我还是看到这305篇诗经的时候就非常的欣喜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冬天 就印象中的画面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堂旁 火堂的话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南方的农村里面 两边四周就是靠着墙 另外三面用砖头雷起来的这样的围住 然后家人就可以坐在这个山边的位置 就在你烤火中间堆的是各种木材啊 之类的就是那个火气腾腾的 然后上面会挂一些熏的纳肉 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场景 然后在这个场景之下呢 我记得我爸爸就会拿出他的 我也不记得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的很厚的一本书 而 伊西哈记得是一个绿色封面的 然后他就拿起书来就来读诗给我妈妈听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呢 也可能正好那一段时间正在流行穷疗的电视剧 在水一方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妈妈的表情也好 还是我的表情也好 只是一家人在这个火堂旁边 听我妈妈听我爸爸读诗的这个场景 还是非常的温馨 就带着童年的记忆 所以对于奸家这首诗 自然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在像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录了很多这个诗经的很多首诗 把它录下来 其实是读给大家听 更多的是读给我自己听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给我的孩子来听 我希望这个就像我听到的爸爸的声音 那一个读诗的场景也能够传承到未来的下一代 能够有一个 就像这些语言本身就是承扎着它一个传承的力量 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建议 大家都读读诗经 里面也有赋予了我们最朴素的一些情感 不是那么华丽的 也不是说多么张扬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但是它就是那么很平淡的 那在读诗经的过程中呢 我也尝试着想要去把诗经的 就比较严谨的 比较学术的一面 就不希望说再去解读诗经的时候 做一个错误的解读 所以我去做了很多的 翻看了一些资料 然后了解到就比如说 《观观鞠鸠》这首诗 为什么会放在第一位 那孔子是有特别的安排 是因为他并不是一首描述普通百姓的这种诗歌 而是讲周文王迎娶泰式的过程 甚至那个辗转反侧 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男子 追求一个喜欢的女子 没有办法得到的时候 那种夜不能寐的那样的心情 而是因为说考虑到 泰式这么一个也是贵族家的女子 要用非常浓重的礼仪 把她迎娶过来 可是当时的条件 隔着一条河 还又没有办法架桥 所以为这样的事情来斩转反侧 这个解释 道理上也能说得通 可是会让我有一种 失去了那种 原本很朴素的 很美好的那种感觉 我更愿意把这首诗解入为说 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女子 然后听到了观观鞠 就一种鸟的叫声 观观 就一只鸟在叫观 熊鸟在求观 求偶的时候叫一声 然后此鸟就会回应说观 这样子一个 一种很生动的 很有情趣的场景 而且还是在 没有看到这个鸟的样子 而只是在听到声音 开头就是观观之鸟 就听到观观的声音 然后就去找 这个鸟在哪里 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然后再去发现说 在河之洲 这样一个很生动的这种场景 然后包括说窈窕淑女 那这个窈窕淑女 包括后面对窈窕淑女 就是我会想象那个场景 就不是说简单的身材 很窈窕 很明秤的这样的女子 而是她走路的那个样子 一扭一扭的 就如果我们有看过 白蛇传里面 就像那个赵曼玉言的 小青的那个场景 在我们印象里面非常深刻 当然那个小青的扭动 是比较妩媚的 那这一个可能就是很自然 相对来说更淡然一点 不是刻意释放出来的 一种诱惑的信号 而是一种就是自然呈现出来的 一流的这样的声音 然后呢 在这种窈窕淑女 后面包括也 如果从学术上研究 有很多争议 到底是君子好球 还是君子好球 是说是君子的好配偶呢 还是君子想要去努力 去追求的一个动作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两种 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我们可以去抛却 那么多繁杂的 学术的 做研究的心态 而且是单纯的 去欣赏这么一种 美好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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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